大家好,我是小琪 我在这种了一些生菜 生菜是比较好的,富含各种维生素 在家庭中吃的比较多 我们家基本上一年四季一直在吃生菜 即使自己不种的时候也会去买 因为生菜我们可以去看到很多拼盘底部店的 都是这种生菜,就是一些肉类 包括我们去吃烤肉的时候 也会有的人去用生菜包起来去吃 生菜因为可以去油脂,去比较解腻吃的时候 口感会比较好 我喜欢是直接拔生菜 拔出来以后直接去生吃 有的人也会去蘸酱吃 因为这个生菜为啥要推荐给大家呢 首先它并不是那么苦 而且它是属于紫颜色的 富含花青素 花青素能干啥您就知道了 它在生长中期非常的长 为什么呢 我们种上以后并不是直接一颗拔出来 然后拔完了再去种 它只要种上以后 我们只需要从边上 它长出来以后去把叶片掰下来 它只要顶中间还有生长点 它就会不断的长 一直采收 我这个你看 看着怎么长这么大还不吃呢 其实我已经采收了很多次 现在都吃不完了 包括别人过来的时候 我姐姐 还有我就啥的 直接都是这样去劈着吃的 现在越长越大 那么它能采收多长时间呢 对于生菜来说 整个生长周期的话 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长长以后 长高了以后 它中间就会逐渐的开花 温度高了开花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吃了 只能说把花掐掉 你中间的杆子 这个非常粗的杆子 杆子去可以说 凉拌着吃炒着吃都是可以的 它只要在正常的生长 不要去长整个苗子拔出来 我们直接匹着叶片吃 才是最佳的方法 如果你整个拔出来以后 这一颗就没有了 对不对 而且呢 你要继续补上 所以说 你按照这种方法去采收的话 能够采收很长时间 当然了 我这边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我另外一个鞋子里边又去种了 我还种的绿色的生菜 还种的那种捷球的生菜 还种的那种咖啡油麦菜 都是这种的 到时候我就一年的时间 几乎是停不下生菜了 可以一直吃 几乎每顿饭 我都会去摘点叶片 然后拿回家去清洗一下 直接吃 因为自己种的 也没怎么去用肥料 就冲过几次那种 豆子发酵的肥水 然后呢 就是它就一直在生长 所以说 自己吃的是最安全最放心的 在家庭中也是可以再种的 如果说你有院子 摘到院子里 如果没有院子的话 你就去找一个大的花香 或者是大的保温箱 在里边种上几颗 你就能够持续吃了 一个人的话 吃不了多少 去匹点叶片 你不可能当饭 一直吃这个东西吧 你说是不是 它呢 是家庭中比较常见的 叫做一个皱叶生菜 它的品种非常多 其实呢 都是一个玩意儿 都是长的这种叶子的 如果想要种的话 去网上搜一下 只要你买到 最早的种子 长出来都是这种 去皱叶的 而且呢 还是属于一个 采生周期比较长的 它没有多大技巧性 只要光照充足 它的叶片 就会从绿色变为紫色 富含花青素 在家中 如果想喜欢吃的话 可以去种一下 如果觉得想吃吃的话 还可以 别让我给小鸡点个赞 点光照再走